好 柔蓉繼續帶你來關心 目前記者所在位置就是基隆的城隍廟 就在等一下這個立法院長韓國瑜 就會來到這邊用行動相挺謝國良 而就在稍早的時刻 台中市長盧秀燕也來到基隆了 他是以基隆女兒的身分再次回到自己的家鄉 那他剛剛是合體了 謝國良一起在基隆的廟口夜市吃 當地的小吃 那盧秀燕也特別強調 基隆的這個台灣頭這一場罷免選戰 是非常重要 讓基隆能夠安定台灣才能夠安定 帶你關心 對這款政策我們基隆要補算 到時候又繼續亂 亂完四年基隆就起了 要因此我要拜託 秀燕要拜託 我們所有基隆的鄉親死亡 明知一定為到我們基隆 為到國良 明知一定要站出來投票 不同意罷免維持基隆繼續安定好不好 好 可以聽到盧秀燕是跟謝國良有非常密切的互動 兩個人呢又是握手食指交叩又是擁抱 他認為謝國良是非常認真在守護市民的市場 因此呢也呼籲大家是出來投票 不過呢同一時間 其實呢在拆良團體方面也相當的緊鑼密鼓 在宣傳要把票催出來 今天上午他們在市場發文宣 下午則是在海洋工廠也會有宣講活動 晚上同樣有晚會是請來了聯電創辦人曹新成 要來幫他們助講 所以現在雙方呢是緊鑼密鼓 都希望在最後衝刺的今天 把所有的票都給催出來 把時間鏡頭交還同內主播